嘉義市長黃敏惠蟬連遠見平見的五星縣市首長 綜合八大市政面向當中就有六項拿下了全台第一 他也開玩笑地表示上一次拿下五星還以為是個意外 而這一次又再獲獎 他也會繼續戰戰兢兢的拼市政 在經濟就業上也會繼續努力來拓展老城市的能見度 恭喜市長 接下來木保也象徵接下市民肯定 嘉義市長黃敏惠蟬連遠見平見的五星縣市首長 市政生獲市民認同 我們走過了拿過三年的四顆星 八年的四點五顆星 直到去年才拿到五顆星 今年能夠再一次拿到五顆星 我想這個肯定對我們真的是充滿了感激 不過對未來我們還是戰戰兢兢 靠著扎實的治理經驗 黃敏惠一路進步到五星市長 不只施政滿意度高達77.8分 醫療滿意度近九成拿下全台第一 其餘面向的滿意度也名列前三名 但老城市依舊面臨人口老化的難題 經濟跟就業的表現也是我們要在認真努力的 大家也知道嘉義市很小 是一個老城市 所有的市民跟市政團隊的用心規劃之下 能夠提高能見度 鼓勵創新創業同時積極推展觀光 黃敏惠帶領五星團隊 又為老城市帶來嶄新風貌 這台北中的報導 你會不會再理解 你會不會再理解 你會不會再理解